你们几个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刺使大人有令 这几日弱势出了差错 小心你们的脑袋 凶什么凶 还不是把自己的妹妹嫁给兜布做了低戏房小借 才得来这么一个位置 小人得治 小点声 被她听到了 你吃不了兜着走 已经几个月没有发香了 假里都快解不开过 这种日子 什么时候才是个偷啊 我倒是希望 公主殿下能打进来 昨天听外面的人说 跟着公主当兵 马上就有银子拿 一两银子 省至兼用 能保家人大半年了不死啊 你真的想跟着公主殿下干 可惜我们名目好 不在苍州 没机会 三更天了 兄弟 你想在公主手下当兵吗 三更天 已是子时 南州城内 除了更夫和偶尔路过巡逻的将士之外 大多数人都进入了睡梦之中 无数道人影 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东城门外 哥 来了 来咯 来干活咯 殿下早说过了 我们的人物就是烧毁他们的粮草 完成任务 回去交差就行 别再出什么幼儿子了 还剩下多少 他们用的是火油 粮草被烧了大半 救下来的 大概只够全军将士吃半天的 苍州之外 兼壁青眼 这里距离苍州还有两日的路程 最快也要一日 粮食只够吃半天的 你告诉我 这场仗应该怎么打 若是让人回去运送粮草 一来一回 最快也要四日 若是紧急行军 一日便能抵达苍州 这些粮食省着一点 足够支撑两日 如若我们能够一鼓作气 拿下苍州 便有足够的粮食 若是不能一鼓作气呢 将军 苍州与我们兵力悬殊 并能迅速击破 此时若是回城 唯恐士气大损 大不利啊 摆在他们面前的有三条路 一是原路返回 速度快的话 大概两天的时间就能回到南州 如果能从柳如意手里 把南州夺回来 粮食危机可解 二是派一部分人回去强行征粮 他们在原地等待 等着去了就永远不会回来的那部分人 等到饿死 最后一条路便是放手一搏 一鼓作气 攻下苍州 苍州城内粮食堆积如山 他们自然不用再担心粮食的问题 为防万一 前两千人回去运送粮草 随我一鼓作气 强攻苍州 师伯 紧张啊 不紧张 师伯能做的都已经做了 接下来的路需要你自己走 师侄知道 丙殿下 敌军已至苍州城外三十里 去吧 唐将军 要不要让重将事先原地修整 原地修整半个时辰 备好攻城器械 半个时辰之后 立刻攻城 得令 原地修整 半个时辰之后 立刻攻城 怎么停下来了 红衣大炮准备好了吗 一百门红衣大炮 已经全部装填完毕 他一来我就让他屁股开花 唐将军 他们怎么没有一点动静 苍州有多少守兵 他们敢出城迎战吗 将军 时辰到了 攻城 那是什么 听阀 这是听阀 汉年的 枣子打了二十年的仗 居然不知道仗还能这么打 只要站在城墙上扔石头 敌人一拨一拨的上来送死 这不就是割牛菜吗 轻点一下伤亡 暂坐休息 全力攻城 城门打开 我们就赢了 城门马上就要破了 用力 再用点力 数十人抱着那锯木 撞击在城门上 厚重的城门 也抵挡不住这强烈的撞击 终于 在某一次撞击之后 那根锯木直接撞穿了城门 两扇城门轰然散架 然后他们看到了城门之后的城墙 妈的 他们居然把城门砌起来了 苍州的守将是谁 谁下的七城门的决定 他是猪吗 原来我才是猪 囚犯过 将军 两次攻城 我军伤亡六千有鱼 有能力再战的 还有一万两千鱼 将军 我们的粮草 已经用光了 杀马 将军 杀了马 虽然能够解一时之急 但我们的骑兵可救废了 若是敌人出城 我们的战力便会大损 难道你还没有看出来吗 他们就是想耗死我们 传令下去 包围苍州 等到后方的粮草运来之后 再派人去各州争调 我倒要看看 他们城里的粮食 足够他们吃多久 可是 将士们已经等不了两日了 从昨日到今日 便出现了数百逃兵 将军 撤退吧 苍州早就不是以前的苍州了 我们攻不下来的 你再说一遍 本将军便以扰乱军心之罪砍了你 将军恕罪 传令下去 谨一此时 齐袭苍州 妈了个八子 还想呢 则是派人过来 悄悄地打通城墙 当时打的一手好主意 告诉弟兄们 今天晚上 都给本将军打起精神了 真是天助我也 进入城洞之后 想尽一切办法 挖空城墙 其他人掩护攻城 将军 对不起 你要攻下苍州 陛下才要你活命 可是 我们也要活命 跟着公主殿下 才能活命 才有肉吃 所以 烦请将军去死吧 唐将军已死 我们愿将 废物 都是废物 武州攻不下一个苍州 朕养这些废物有什么用 八百里加急 告知各地官府驿站 若是遇到那位女前辈 告诉她 朕已经有了那徐天的消息 只要她帮朕杀了端荣公主 朕就告诉她徐天在哪里 可是陛下 我们并不知她要找的人在哪里 朕是皇帝 朕是一国之君 她也是五国子民 朕让她杀个人怎么了 她有和朕讨价还价的资格吗 增值 大嫂 不是我们不收 是我们有纪律 不拿百姓一针一线 一个鸡蛋也不行 要不是有你们 我们娘俩早就死在乱军之中了 小夫人没有什么东西能报答公主的 留下这一篮子鸡蛋 求个心安 两名守卫叹了口气 苍州的百姓是真的喜欢公主 像这样的事情 他们每天都要经历个数十次 老人家 您回去吧 殿下刚回府 今天应该不会出府了 端荣公主在里面 老人家 公主刚刚回府 您明天再来 不用这么大声说话 没人当你是哑巴 好凶的老太婆啊 啊 端荣公主在何处 你找公主殿下 做什么 有人让我取她的性命 放手 给老娘放手 老玉的手从虾人的脖子上松开 如意也松开了她的脖子 她的两个大学在刚才就被封住 一身巅峰武功 此时还能发挥出来的 不足一成 娘子 怕怕 相公不要怕 妾身在呢 那个老太婆是宗师 她受了伤 而且不轻 要不然 妾身没有这么容易就能制服她 听说你们抓了一位宗师 我看看 徐天 她自己冲开了穴道 功力大损 伤势更加严重 如果不能好好地调养 便再也无法回到宗师境界了 这么重的怨气 徐老一定和她有不共戴天之仇 快去看看 徐天 你出来 你当年有本事做出那样的事情 现在怎么没本事出来了 做出了哪样的事情 徐老年轻的时候 难道也惹过风流寨 你已经动手了 徐天 你出来 你出来呀 疯婆子 你把亲儿怎么样了 又是宗师 疯婆子 你追了老夫一路 老夫不和你计较 你害了亲儿 老夫让你血债协偿 徐老冠 怎么是你 快帮我抓住她 我与这疯婆子有不共戴天之仇 别让她跑了 徐天 徐天 你这是什么意思 强行冲雪 可能一辈子都回不到宗师境界了 你又是何苦呢 我成为宗师 就是为了有一天能追上你 我追上你的时候 宗师与我便没有什么意义了 亲 闭嘴 许什么许 有没有 一点儿眼色了 你谁呀 敢打我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呀 娘子 我怕怕 黄书公 你怎么来了 清啊 你没事吧 那疯婆子有没有对你怎么样 没 没有 没有就好 他们是什么人 师伯 这是我的黄书公 在遇到师父之前 我的武功都是黄书公教我的 黄书公 这是我的两位师伯 你拜了师父 你的另一位师父呢 也是宗师吗 黄书公 这位就是我师父 不是宗师 不是宗师有什么资格做你的师父 如意 这位老人家受了重伤 你不要和他计较 如意 这位老人家受了重伤 现在不是你的对手 你想揍就揍吧 你要干什么 杨柳青的师父 柳如意 请指教